当大咖歌手开唱的时候 你有注意过后面一群和音的天使吗 难道和音肯定歌唱实力不在话下 有的甚至比歌手还要厉害呢 他们用自己美好的声音 衬托起舞台上的主唱 像是JJ林俊杰的御用和声 洪俊阳就受到了JJ的提息 从幕后红到了幕前 常常在演唱会上面被JJCue出来清唱呢 而至于另外一位从选秀节目出道的叶伟婷 她心运一直频频还一度罹患了忧郁症 好在天后张惠妹看到了她的天赋 让叶伟婷加入选演团队担任何音天使 才让她重新振作 好歌声也再次被大家注意 人家的朋友 追者林俊杰演唱会上 这个有荣幸站在追者身边 开口合唱的是谁 她的歌声完全不输林俊杰 她的歌声也讨计划 我就用不紅牌給我衝鎬 時間請看 請看 請看 別走 高爹轉換 完美和聲 茄子彈的浪子回頭 被他們唱出不同境界 歌名形容把我唱哭了 他是JJ的御用和聲洪俊陽 我們一起長大 從高中一起彈吉丹 一起唱歌 寫歌 唯一跟他差別 是我們出道的比他早一點 但是其實我們兩位 我發現我們唱歌的聲線有點像 如果有一天 我會遇到天前 我會遇到最遇到你 你心裡會覺得那麼不妥 如果有一天 我不遇到你 不能再把你相約 你是我們會發覺我已經轉在天 不說真的分不出哪個聲音是JJ 哪個聲音是JY洪俊陽 身為林俊傑專屬和聲 兩個人是高中同學 JJ所有巡演幾乎都有洪俊陽現身 感情好到連生日祝福都很特別 生日就應該要有一點特別的對不對 除了這個歌曲 我覺得我已經給你比一般人更多的祝福了 很多很多對不對 其他聖書成員想要這樣子都不一定有 對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表示一下你的誠意 行走CD自願當和音就是為了給好友一個難忘生日 同樣來自新加坡 洪俊陽過去是音樂製作人 後來開始擔任JJ和聲 也曾經參與王力宏和陶哲巡演 合作的都是大他歌手 音樂興趣從小培養 國中就開始玩吉他 組樂團 自彈自唱 我一路來我其實覺得對音樂很有興趣 甚至在大學的時候有開始創作之類 但是我原本都沒有想說可以進入音樂這一行 然後或者是當歌手 我是因為那時候在念書的時候 在2005年吧 那時候是我大三 然後原本是在大考時期 我一個同學就拉著我去參加新加坡的一個 學秀節目啦 其實有點像類似以前台灣的那個星光 這樣的類似的一個歌唱比賽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那個比賽裡面 我說我是拿了男生裡面的男鴨群 難道你還沒看到 整個天慢慢會了 你說的我從做到 就除了把你給忘掉 台灣觀眾或許陌生 2006年 洪俊陽發行了第一張個人專輯 《獨角獸》 擔任和聲以外的時間 洪俊陽喜歡創作 把人生經歷和感觸寫進歌裡 去年還推出單曲 自己作曲 自己編寫和聲 自己演唱 洪俊陽的音樂才華 完全展現 從追追的和聲一路往目前突破 我覺得在整個合作的過程中裡面 我學到最多的就是他們怎麼有那個 紀律跟那個毅力